作者 尔雅 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三百九十一集 情趣 展昭坐在桌边 拖着下巴盯着桌上的螃蟹发呆 正这时 窗户被推开了 窗户外面进来了一个白影 展昭眼睛就是一亮 白玉堂走到桌边 放下一个小盒子 里头是螃蟹的蘸料 刚才走得太匆忙 忘了拿了 白玉堂心说 这猫吃螃蟹没醋 那不是要跳脚了吗 于是 给它送来了 展昭拽住白玉堂的袖子不让它走了 白玉堂只好坐下 陪展昭吃螃蟹 其实 白玉堂刚才出了门 也觉得没地方去 再找个客栈吧 空荡荡的一人住有什么意思 还不如回去看那只猫吃螃蟹 于是 两人一起拆一个大螃蟹 这螃蟹这么大呀 比仙宫堂那种大螃蟹还要大 白玉堂也点头 倒了一杯酒 在一旁喝着 顺便看窗外楼下的动静 刚才情况怎么样 白玉堂大致跟它说了一下 展昭嚼着螃蟹皱着眉 嗯 怎么 没有 它现在全程那么搜你 你觉得会不会有危险 这个倒是不怕 我发现北海穿白衣服的人特别多 应该问不出多少线索 而且你有没有注意到 很多街上走的人都是低着头的 哦 我刚才比武的时候问了 原来北海的百姓是分等级的 那些低着头的都属于贱民那一级 贱民 为什么那么匆忙 贱民如果在街上被贵族或者官员打死了 是没有人管的 所以他们都尽量不惹别人 不引人注意 还有他们赶着赚钱 因为只要赚到了一定数量的金钱 交了付税 还有托集费 就能摆脱贱民的身份 这损招是什么人想出来的 不就是变相多收些钱吗 没钱的话 会功夫也可以的 只要能在每年地方武士中赢下三场比赛 就能脱掉贱民集 所以北海人都崇尚武功 毕竟嘛 练武比赚钱要容易 白玉堂文言对轩辕节简直反感到极点 展昭往白玉堂嘴里塞了两筷子蟹肉 嗯 吃 据说西北海郡是最好的了 其他地方更惨 这皇帝杀了他也算是为民除害 只可惜听闻他那几位皇子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听了一圈 大家都对轩辕破的确算是最正统的一个人了 可惜听说轩辕节不喜欢他 因为他太仁慈 猫儿 你觉不觉得他的内力有很大问题 是啊 他的内力受情绪起伏影响好大 好像本身根本控制不住自己内力似的 感觉这内力好像不是他自己恋爱的 更像是别人给他的 嗯 我也有这种感觉 而会不会跟他当年在山里面的遭遇有关系啊 展昭正问着 忽然就听到楼下一阵喧哗 嗯 会不会查上来啊 白玉堂示意他接着吃 自己从窗户出去了 没会儿有伙计敲门 客官 展昭赶赶忙将螃蟹藏了 擦擦嘴 起来 房门打开 几个军兵打扮的男人在门口张望了一下 就你一个人 嗯 伙计拿账本给军兵看 的确只有殷十二一个名字在上面 其实 展昭和白玉堂所住的酒楼就是轩辕破的地方 伙计都是轩辕破安排的 也没什么其他的客人 几个官兵拿着画像进来 跟展昭比对了一下 发现不像 于是收了画像 又注意到了桌上放着的一块红色的牌子 哦 原来是进到二十名的五身啊 几个军兵的脸色明显缓和了不少 对展昭也高看了一眼 客客气气就出去了 伙计帮忙关上门 展昭拖着脸看着螃蟹 又没胃口了 这时窗户一开 白玉堂又回来了 展昭心情立马呼啦一下子 好了 你还没走啊 最危险的地方 最安全 这倒是 他们都查过一遍了 自然不会来查第二遍了 展昭心情很好的 和白玉堂分了一只螃蟹吃 另外一只留给天尊和阴侯 两人在房间里窝了一下午 很快天都快黑了 外边的军兵还在寻找 他们这样都找不到你 那你明天怎么再跟轩缘捡偶遇呢 会不会太刻意 引人怀疑啊 我今天跟伙计说了 我想买一张雪松琴 她可能会在琴行埋伏着 哦 然后你准备去琴行谈那段琴谱啊 白玉堂想了下 还是摇了摇头 看情况吧 随机应变 展昭似乎又想问些什么 不过欲言又止的样子 白玉堂就凑过去看她 怎么了 她宣节记忆里面的是白玉二 又不是她儿子 然后呢 那她万一拿你当白玉二 没当儿子怎么办 白玉堂愣了 随后笑着摇头 这个倒是不会 真的 嗯 她看我的神情的确是在看儿子的感觉 你确定啊 你向来还挺迟钝呢 这方面迟钝的是你 你自己才是 明天比我小心点 还有啊 别沾花惹草 你才是沾花惹草的那个 我不是沾花惹草 我是沾猫惹草 话没说完 展昭就差点把桌子掀了 扑上去揉她 你 你再敢说我是猪 展小猪 我要你的命 这时 殷侯和天尊刚回来 在窗户口蹲着 就看到里边两人各种翻滚 哎呀 这么大了 大家还是小孩子强调啊 这哪是打架 这叫情趣 两人进屋 果然还没吃饭呢 展昭和白玉堂也不闹腾了 捧出大螃蟹孝敬两人 天尊一看那螃蟹就蹦了起来 这是螃蟹帮派的头头嘛 是好大 白玉堂和展昭负责帮两人拆卸 顺便将下午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 内力外泄 内力这么不稳定嘛 受情绪起伏影响 不清楚 你们不是找吴沙大和尚问了吗 有线索吗 大和尚跑了 啥意思 他跑去他徒弟的火凤堂了 说是过一阵子才回黑风城 然后赵普和李元浩 还有耶律奇他们商量过北海的事情了 赵普说拉了两家下水 他俩要是想看好戏 就先淹死他俩 展昭和白玉堂哭笑不得 果然没人能占赵普的便宜 然后小四子想你俩呢 天尊说着 拿出两个盒子来给展昭和白玉堂 两人打开一看 就见里头两个圆滚滚的糯米点心 一只白色的胖老鼠和一只白色的胖猫 他下午没人陪 和黑风城的厨房大娘玩了一下午 做了好些点心 这俩是给你们的 没人陪 这么可怜啊 展昭有些想念小四子圆滚滚的面团脸了 这段时间赵普和公孙肯定很忙 然后小梁子也不在 小四子估计该寂寞了 玄元杰对你那么大反应啊 算是吧 你要小心 如果他没法掌控自己的内力 表示他其实是被自己的内力掌控着 白玉堂和展昭愣了愣 皱眉看二人 这么说其实不是他入魔 而是他的功夫就是魔 他是被他的内力操控 从而变成了今天这样一个暴君 天尊和殷猴点了点头 但同时两人突然啊了一声 展昭和白玉堂被他俩吓了一跳 看着两人 这玄元杰可能练了狂魔内力了 没听过 什么狂魔内力啊 这个内力啊已经绝技了 你俩没听过也正常 但是当年那可是在江湖上掀起了一阵兴风血雨的 我就说熟悉嘛 现在看起来啊 越看越像 狂魔内力其实不是一种内力 而是一种毒 还是一种邪毒 毒 想当年江湖上出了一位相当厉害的人物 内力齐高 因为此人有些痴呆又有些癫狂 所以人称狂魔 他的年岁比我和天尊都大 适合妖王一个年代的人 这么早啊 狂魔本身不分 只是个普通的武林高手 但是一次在山里闭关练功到关键时 被一条毒蛇咬中 毒液随着狂魔自身的内力运转到全身筋络 导致他走火入魔 谁知道他竟然武功大成 内力高到了某种境界 但人却疯了